好 大家好 我是来自Glorus Time Piece GDC4的小刚 那今天小刚在这边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还是一样值得玩 值得收藏的一些恶手的这个高级的这种名表 那今天要讲的这个是GP Jarred Paragot的这个Loreto 这个桂冠 那可以这只表啊 小刚想讲啊 真的是可以讲是在我心中啦 哇 真的是有如一只黑马 一匹黑马 那为什么呢 大家也知道了 这个现在目前市场上 这种奢侈高级品牌啦 这种名表品牌这种我们所谓的杠王啦 就是好像AP啦 PPVC哦 那甚至有人讲哦 这个GP啦 这个桂冠啊 Loreto都紧追在后啊 哇 而且小刚哦 看他之前的价格啊 工价啊 在马来西啦 那时候的工价是 而且以前买是还有折扣的哦 那时候刚推出的时候啊 我没有记错是16年啊 2016年还是17年 应该是16年 那时候推出的时候啊 啊 马币4万尾 然后去到慢慢啊 一直在 一直在 那个价格一直在上哦 工价哦 那每年都在涨价哦 那去到5万5万多 那今年2022年9月开始哦 你已经看到他的工价啦 这个GP 桂冠哦 Loreto 这个全杠的这一款哦 他的工价已经去到超过6万 61千左右 就是6万1千多以上啊 已经去到 而且 我 据我所知是 应该也没什么折扣 那 而且还要是 你还要排名字哦 就是 不像以前这样容易可以拿到这支标 所以变得在二手市场上哦 如果是蓝面的话 他还是有这个一定的这个炒价哦 据我 我看到的话 那所以变得这种白面啊 黑面这一些啊 他比这个工价低哦 他的这个二手的市场的这个入手价 你可以找到这个价位 所以我个人非常推荐这一支 大家知道吗 这一种非常流行这个 一体式链带啦 这一种 Integrated Bracelet 我们叫英文哦 这一种一体式造型的这一种 高级运动表啊 这个我们所谓的就是杠表 那如果你是现在才买的这个 新的这一种Loreto啦 就是现在你才入手的话 你是已经看不到他用这个木盒的 那影片小刚里面现在开箱这个 非常高级质感这一种啊 实木的这个木盒哦 是 已经现在已经是没有在用了哦 所以这个也是小刚非常喜欢的一个特色啦 哦在这个二手里面哦 你可以看到他还可以有找到这一种 整个设计哦从表克 顺着下道去表链哦 42mm可以说是最完美的一个规格啦 而且再加上这个是叫小刚有提到嘛 这一种奢侈高级的运动 呃运动表嘛这一种杠表 杠王呢我们说哈这一种 呃就是一体式链带的这一种 所以42mm说是一个非常 呃完美的一个 一个尺寸啊 那再就是说他的机型的部分呢 搭配在这个42mm的这个 呃这一款啊 他的这个机型也是 就比较新才开发的 所以他的整个机型的那个尺寸也是 比较大的哦 所以你搭载在这一个 42mm的表克里面哦 完全是可以说是呃非常的完美哦 厚度也是非常的薄 防水也是高达100米 这些就是所谓我们讲的 呃热用的这一种高级奢侈 呃运动表啊 就是这一个意思哦 那一定要是杠的 那防水一定要是100米以上啦 最少 那再就是他一定要薄的 哈就是可以作为这个 呃正装啊休闲啊 日用佩戴这些完全不是问题 啊这一种就是我们所谓 今天小刚要讲的这一种高级 呃运动表啊 一个GP啦 呃Jared Paragord 直播了其实他 可能有些朋友刚呃完表的会 没什么听过啦 其实这个品牌的历史是非常久哦 啊这边我就不多说他的历史啊 这边讲一讲就是 在过百年的那一种品牌来的啦 也是一个高级的品牌 那那一种GP的金桥啊 Golden Bridge这些哦 都是在这个呃 这个品牌啦 GP的品牌里面哦 非常非常有名的 这一支表啊 你可以他的历史哦 因为很多人现在就讲他是超 哇他是超这个AP啦 啊超这个PP啦 或是超什么VC啊 那小刚这样讲你这样想就错了 身为一个高级的这一种 呃历史非常悠久的这一种 瑞士名表的呃品牌啦 其实他完全是有自己的一段故事 一个历史哦 因为这一支表其实是Loreto 可以注意说回到呃大概是70年代那时候 那时候他是刚开始量产的时候啊 他是以一个十英啦 哦那时候啊小刚啊就翻刚照片给大家看一下 他说呃这个Loreto是以十英表去呃发布的哦 这个第一款的这个Loreto 那而且他的整个表的这个设计的这个呃风格啦 都是以这个呃非常著名的建筑设计师去设计出来的哦 啊就用了这一种非常有名的这一种调教堂的这一种风格啊去设计这一支表的哦 那Loreto这个名字啊他会取这个名哦 其实他不是他不像好像一些别的品牌啦 他是用那种呃跟当时候的历史有关的嘛 就是那一种怎么用飞机啦用什么坦克那一些啦 不是哦那这一讲起来可能大家会有一点吓到哦 其实他这个名字哦是源自于一部电影哦 那小刚就放一下那去到这个80年代之后呢 他就导入了这个机械的机信哦 就是这个桂冠啊Loreto重新回归到机械表的这个世界 好我们可以这样讲 现在哦2016年的时候啊那直播正式就呃 呃推出了这个就是我们眼前看到的这一款哦 呃全新的GP Loreto 本质表哦真的是 呃拿在手上啊质感真的是非常的好哦 小刚个人非常喜欢就是他日期窗 他是我们英文叫Open6跟Open9的哦 你看他69那边他是呃 他是他那个6跟那个9是开开窗式的嘛 这个其实有点像小刚之前拍过的那个呃 僵尸单顿啊Vesson constant 10呃VC的那个56那个系列哦 那还有一点小刚个人非常喜欢这一支表就是他的这个表圈啊 你看他整个表圈是用这一种拉丝打啊这种拉丝抛光处理的哦 那可是他旁边的部分哦他又用了这种抛光镜面抛光处理哦 所以你看起来有非常多层次啊就是说他的那个质感哦 你看下去是非常的丰富了 那这些也是高级表呃经常会用到的这种手法啦 在这个呃一体式链带的造型 因为他的打磨其实呃你要会做哦才做到看起来就做得非常的高级哦 那这一点我是个人非常喜欢的那再加上我个人非常喜欢一点就是他的那个呃 呃这个巴黎钉的这个表盘啊蓝面的黑面的这些呃白面的哦 他都是一样有这个巴黎钉纹的这个设计啊 这一支表其实呃非常的简阅呃 没有过多的这个设计哦呃完全就是一个妥妥当当哦呃 颜值也是非常高的一款这个呃高级一体式链带的这一种运动杠表哈 今天小刚想跟大家分享这一款就是我个人觉得非常值得呃 考虑非常值得玩非常值得收藏去入手的一款呃二手名表了哈 我们下期再见我是小刚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